大家好,欢迎大家观看美国单次农场和留学频道 我现在在这个Womanta州绿山的山顶上 开到它山顶上了 这边这些都是林场,就是森林资源 也有,你看还有一些,物边有一些湖啊,河啊都不断的 水源也是挺丰富的啊 它真的不会叫这个绿山 因为这一路上看到了很多这种长青的松木 这个地方盛产这种松木 这种发黑的好像叫山木啊 山木在松木里面是比较值钱的 因为它属于质地比较硬的那种松木 你看这些松木比较大一点的这些都能够值100块美金左右 上一集呢,我们讲的主要是 这个林场介绍的林场的收益情况 还有这个林场跟投资房啊 就普通的那种城市附近的那种投资房来比较 我认为呢是林场 它的这个 长期投资来说 长期投资来说 林场投资林场的这种收益会更稳定更大一些 因为你其实房子跟土地绑在一起呢 其实永远升值的是土地资源啊 而未必是房产 房产慢慢破旧之后 有可能它就不值钱了 太旧了之后 但是土地这个东西是越来越 越来越升值的 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加 尤其像我现在去的 我现在推荐的呢 都是一些这个旅游区热门比较热门的旅游区的林场 像原来那几个视频 就是那个200多万的那个大林场 我建议大家团购的那个呢 是在也是在就是纽约州北边 的Rondack那边的中心的旅游区 它那边有很多漂亮的湖 夏天人们就都喜欢去那边玩 不仅仅是纽约州的人啊 全美的人都喜欢到那去避暑 因为它第一 有这个广阔的森林公园 有在山上面 气候比较凉爽 跟加拿大那边比较接近了嘛 它夏天是不用空调的 其实在美国你真正到夏天避暑的地方 人们常去的呀 就是我们那边纽约州北边啊 纽约上州那边 还有呢就是这 我说的是这边这个绿山 它海拔也比较高一些 它是在纽约州的东边 其实也是离加拿大不远了 它就是偏东一些啊 绿山和绿河 还有呢就是在靠东 领海那边就是缅因州了 这些都比较靠北 接近加拿大的地方 是比较适合避暑的 因为美国人他都特别怕热 他们可能跟他们祖先 都是生活在那个英国那边 也是靠北的地方 他们不怕冷 大冬天有时候还穿个短裤 但是他们特别特别怕热 这个避暑呢 是我觉得你是 尤其随着以后 这个全球气候变暖嘛 专家一直说 全球气候在迅速的变暖 这个气候比较凉爽的地方 其实是未来投资的一个方向 你看这个地方 就是个砍伐的 就是木材厂 他们那个砍伐公司 把木材砍出来 你看这远处堆的 全都是木材 堆的一堆一堆的 这个可能你们看不太清楚 堆到这来之后呢 他们就把它加工成那种 是小企业 把它加工成木板子 就是 你看这片森林长得非常好 你瞧 你瞧这森林 这上面有个大房子 这肯定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买的 这一片好的森林 你看这树 这边的森林业是很发达 大小的木材加工厂比较多一些 也算是我们在中国所说的那种乡镇企业吧 有的是它就是简单加工一下 直接就运到 这边因为它离波士顿出海口 也很近 很近 就是一个小时的车程 它直接运到波士顿去 就从它那个海港那可以运到亚洲啊 去欧洲啊 这也是过去早期欧洲移民的一个发财的 发财之道啊 他们就是靠贩卖 就是砍伐这边的森林资源 卖到欧洲去 因为那时候欧洲的资源也很紧张 人口膨胀 靠这个发了很多财 而且这边还有 它不仅仅是现在不太实行卖皮毛了 因为人家动物 你要穿个皮毛在美国 因为这就是一个小厂子 你别看它看着像个住户 其实它里边就是盖一个房子 它也自己在那住 在院里边就办一个小的木材加工厂 他们都有自己的森林资源 它的森林如果不够砍的话 它就会旁边的那些 比如说你要是买一个小的森林公园的话 它就会去帮你砍 帮你砍了之后 我给你多少钱 它在把它加工之后卖了去 它的利润当然就比较丰富一些了 现在人们没人什么穿皮毛了 就是你要穿个皮毛 这边好像也不允许 你要也不卖皮毛了 那个商场里面 你如果还穿皮毛的话 人家动物保护协会的 可能就会找你了 那个时候原来 200年前100年前以前 他们还在这边 因为有森林就有很多动物嘛 动物他们打猎 打了之后把那个皮毛 尤其是那个湖里边 很多湖的那个水雕 做成水雕帽子 卖到欧洲去 原来不特流行 穿个什么皮毛衣服 穿个什么 戴个皮毛 觉得挺阔气的 那些贵妇人 喜欢那样打扮 这一集呢 我主要是讲一讲 这个就是 这个你投资森林 林场吧 也叫是吧 森林公园 其实也就叫林场 投资林场 还是投资 这个房车营地 还是投资农场 这三种方式 来给大家做一个比较 首先我们说一下 他们的这个 如果你想买 当然关心 人们最关心的 还是一个收益的问题 收益的问题呢 其实我觉得 对某些人来说重要 对某些人来说 也不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年龄比较大了 那你最关心的 其实是一个 不一定是收益多么高 而是你可操纵性 比较强一些 就是你岁数大 你比如说 我也不想去 费那个劲儿去种植去 在美国 你要是雇佣工人 去种植的话 除非你是大的那种 专业的 像中部那些 大农场 大的农业公司 他们实现那种 机械化 现代化操作的话 它是赚钱的 它的粮食 或者是卖给 美国的超市里面 或者是出口 如果你是家庭农场的话 你就要再去 长期雇人的话 你就很难赚到钱了 家庭农 美国家庭农场 比较盛行 它主要是 就靠家里 这么三四五口人 自己干 赚了钱也都自己要 没有什么劳动力成本 或者他就是 特别忙的时候 偶尔顾顾那种短工吧 像我们中国说的 有长工有短工 顾长工也都顾不起 顾顾短工啊 就是什么 比如说放暑假的时候 正式收割的时候 有时候他们可能会 会顾顾这个 顾顾学生啊 是吧 放假了去那儿 学生的工资呢 一般也都比较低一些 算是实习吧 那种情况下 基本上 基本上这种家庭农场 都是靠自己来经营的 这个呢 就需要你是有技术 而且有 有体力的话 你可以去经营一个农场 农场弄好了一年 你像100个acre的农场的话 你要是赚上什么 就算你最简单的 种什么菜啊 还有种玉米啊 就那甜玉米 一个在超市里 不都是卖五毛钱 他们批发卖给超市 他有的人农民 你像我去买菜的农民 人就是自己产 自己销 他卖的价格 比超市里还贵 但是大家觉得 菜新鲜都去买他的 他的利润就比较高 如果你去批发 给这个超市的话呢 你可能比如说五毛钱 他卖五毛钱 他买你的话 可能也就是两毛钱一个 你像那个 我去批发市场 买那个菜的时候 就那大蒜 是在超市里一般 是卖三块钱一磅的 但是去批发市场 去买那些农民的时候 就是一块钱 或者是一块五一磅 价格差一倍 甚至两倍的价格呢 他们要是 你想他自己去零售 自己去零售比较便宜 他如果卖给超市的话 我估计可能最多一块 就是五毛钱到什么八毛钱呢 或者得快钱啊 这个农民呢 就收益没有那么大了 就是说 我说说这个 你要想经营个农场的话 你要首先考虑 你有没有这个 种植的技术和这个 体力 和体力 岁数太大的人 如果退休的 可能就不太适合 但是农场里面又分为 种植和养殖嘛 养殖来说 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容易一些的 比如说你养羊啊 或者是养牛啊 这个呢 就是 就是 栏杆围起来之后 就是喂吧 就比种田 可能要省力气一些 但是你也是需要有技术的啊 你养什么奶牛啊 你还是养这个肉牛啊 比如他生产 助产的时候 怎么怎么办呢 什么会不会生病啊 是吧 这个 这个你是需要有经验 有技术的 不然你要是 养死了 或者是说你什么 就比如说他生产的 什么任何一件事情 你都去雇人的话 那你也 利润会比较低的 所以投资这个农场呢 你就要考虑这些技术 你的技术问题 我认识几个朋友 他们就是专门学农业的啊 人家这个农业博士啊 或农业硕士啊 他们年龄又不是很大 我觉得他们搞这个 还是可以的 搞农业 尤其是有的他想买 有两个朋友说他想买 有机农场 他要培育一些自己的新的品种 做试验嘛 那一旦试验出来 他的收入就不仅仅是农业产值的收入了 他是这种技术 比如说他培养出一种 优秀的产品来 优良产品来之后 他这个 这个产品本身 他的附带的商业价值 是相当可观的了 或者呢 就是农场呢 还有一种收益 就是 你可以租出去嘛 但租金 美国的农场租金 它是不高的 你比如说就种那个牧草吧 牧草那个租金 大概一个英亩是12美金 就我推荐那个牧场 那么大 也算是比较大的 它租出去的 那个牧草面积 大概是80个acre左右 80个acre 当然他给它 就是捡草啊 产雪啊 提供一些 特殊的服务之外 那老两口什么都不用管 他给它2500块钱 他们所投的呢 买个农场呢 就是说你有一个 租出去 你有一个最基本的好处 就是说你减税 因为只要你有农业收入 基本上很多地方都是 达到2500以上 他就给你减税 你的税收能降低很多 比如15000的 他可能一下子 就给你能降到个 七八千块 那个税 如果你是个六七千 订小的农场 像是有一个朋友 十个月克尔农场 他如果不做这个农业的话呢 他就是六七千块钱的税 但是他租出去之后 别人来种植 还养了两头牛 那他的税才交两千多块 这样等于是 其实你一年也挣了个几千块钱了 在税方面 省了钱不就也等于赚钱了吗 农场就是也有这个 也有这个好处 而且你种的 住的是比较舒服的 地方比较大 空气新鲜啊 不用担心什么病毒了 这是这是他的好处 我就说农场的这个利润呢 不是那么 不是那么 不同的人去经营的话 经营方式不一样 你的技术水平不一样的话 那个收益差距 也是很大的 这个就不太好说了 但农场总的来说 在美国是不贵的 你买个什么 十几个二十个一克的农场啊 买这个房子 跟你买一个那种 社区房的价格都差不多 就那个苹果园 我经常去摘苹果 那苹果园旁边 那个一百个acre的 相当于中国的 七百多中国母 还带房子 带一个大 一个大点 也不太大 大点的木房 还有一个小点的木房子 两个房子下来 它才二十万 你就是平时 你买一个那个社区房的话 你不也得 二十万 你这只能买个小房子 而且这是二手的 挺旧的那种啊 你稍微买个像样的 都得三四十万 甚至四五十万 它的价格 农场的价格不贵 所以买农场 从价格上来说 也是比较划算的 再加上你的税 你就租出去之后 你的税还可以降低 但是它跟那个出租房 就是跟那个 近郊的那种社区房 比较起来 它就是稍微远一些 你要不在乎 你要是天天上班的话 就是 你去看看 你是不是能够愿意 每天比如说 多开个十五分钟啊 二十分钟的车程啊 像美国人都不在乎 他们基本上住农场 住山上 住郊外比较多 因为开车半个小时 对他们来说 都是短的 开车一个小时 也是正常的 只要不超过一个小时 他们就都觉得 没什么问题 但是中国人 往往不喜欢开车啊 都喜欢住在家门口 所以中国人就买那个社区房的 比较多一些 这是关于农场 关于这个 还有这个 房车营地啊 房车营地是我觉得 我比较推崇的一种 投资方式 它的收益呢 可能会比这个 林场要高一些 因为这个 这个房车营地跟林场 其实是 基本的这种资源 是一样的啊 你如果没有树 光秃秃的一片地方的话 一般美国人 是不喜欢去那种营地的 它也都是在一个 就是森林 就是这个 长得比较好的 这块林地上 你买下来之后 你在盖房子 你再把它 有的地方 砍砍树什么的 把它规划成 一个房车营地的 他们还是喜欢 钻到森林里边去 这个 去居住 所以说呢 它本身呢 也有这个 你也不一定 不能说把这个森林 都砍掉 只是砍掉 比如三分之一啊 什么的 留着的 它还有这个林地的 你可以还是 间歇性的去 隔几年去 砍砍木材 卖一卖 就我推荐的 那个74万的 那个房车营地的话 说前些天 他们就卖了 卖的那个树 它那个树那边 长的树种还特别好 他父亲在世的时候呢 一直都舍不得砍 他喜欢那个樱桃树 但是现在 因为他们想卖了嘛 他就把那个樱桃树 有的给卖掉了 那一棵能卖6000块钱呢 它那块地方的树 长得都非常漂亮 它除了这个 就是树林子的 砍树的收入之外呢 它还有 这个停车的收入嘛 停车的收入 你想你一个旅馆的话 一天一般 也就是七八十八九十块钱 但是一个停车位 这个房车车位 接水接电的那种 就是零散的啊 你要是年租会比较便宜一些 你要是零散 每天每天租的话 都是45块钱 50块钱 甚至是那个海边的那种 好的那种 都是八七八十块钱 跟旅馆的价格是差不多的 但是它比旅馆来说呢 它就维护的成本低嘛 房车营地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没有什么维护成本 不像房子 你要每天去打扫卫生啦 是吧 你要什么 什么维修啦 屋顶啦 什么 热气啦 冷气啦 空调啦 什么这些 都是有人去要维护的 去打扫的 你的成本就会高一些 而且从未来发展角度上来说呢 这个房车营地啊 是一个趋势 美国人反正 几乎是说百分之二三十的家庭 都是有房车的啊 就算是条件差点 它可以花个一万多块钱 就能买一个那trailer 就后边拉着的 他们好多都是有皮卡 这个皮卡就是正常的用的 那种作为一个城市交通用的 这种交通工具嘛 后边你再花一万多块钱 你就能有个房车 度假周末呀 还是假期呀 就可以带着一家子人 出去玩去了 这个很容易实现的 只要你有个工作 就可以实现 那它出去之后 这种便宜的房车呢 它对这个营地的依赖性 就比较强一些 但是呢 就比如说 我想要的那种房车呢 它就是说 你可以停在营地 当然比较舒服一些 但是呢 我像我呢 我就喜欢停在郊外 找一个允许停车的那种 越荒郊野外的地方 就我自己家里才好呢 我喜欢那种自然 去真正的体外那种 就是户外野营的那种感觉啊 住的营地里边 反正还就是跟一个社区的感觉似的 我不是特别喜欢 这个就要求你的房车呢 要比较好 它比如有太阳能板呢 你能够自己满足供电呀 水箱比较大呀 供水呀 是吧 就是没水没电 三五天之后呢 你就去那个加水站 什么清洗一下 加水 排水排污水什么的 二三十块钱 我是喜欢那样子用房车 但那种房车都是class B型的 或者是高级点的那个camper 比较贵一些 大部分人还是喜欢去营地的啊 营地在那儿 有的甚至在那儿一住 都住好几年 他喜欢那个环境 住好几年再挪一个地方 有的他都好几年 七八年都不挪地方 就一直在那儿租着 这个比真的 我就觉得这个收益还是 经营好了之后 收益是相当高的 作为你要是说想 投资这个房车营地呢 你自己起码说 在这个营地里边 你自己的房车也可以停在那儿 或者那盖个房子 你可以住在那儿 你本身也是一种 是经营手段 你还是一种 还可以在那儿享受娱乐了啊 每年其实工作 你看在这边 你就冬天干 夏天干 冬天干不干的都无所谓 冬天有的人 就是把你的 把他的车会长期的停在你那儿 比较低 收费比较低 相当于租你那块地方 有的老板 人家夏天赚够了钱了 冬天就自己跑到南方玩去了 作为就是快退休的人来说 我觉得投资这个就连玩吧 是吧 连自己玩 又交朋友 这个营地里去的都是四面八方来的朋友们 可以跟他们交流啊 是吧 你要有精力呢 这个营地里边可以开展多种经营嘛 是吧 还可以经营 给他们做饭的 经营的餐厅啊 小超市啊 甚至像我的话 我弄个营地的话 我还想在那儿搞这个房车的改装 还有二手房车的买卖 美国人喜欢倒腾 整天买了这个 卖那个 买了这个 卖那个的 这中间都是有很多商机的 多种经营吧 多种收益 你要是你要是两口子都挺勤奋的话 也不用雇什么人 就自己就能干了 如果说你还都雇人的话 反正你的收益也就比较低一些了 投资房车营地吧 我推荐的那个呢 我为什么推荐那个呢 因为那个是老两口去世了 现在处于一个半停滞状态 雇了两个人在那经营 雇人毕竟也不放心 他经营的状况就不怎么好 加上也陈旧了 他需要翻新 就是那74万你买下来之后 你可能还要投资个10万20万要翻新 你看他那个院里边显得挺旧的 要装修装修 显得漂亮一些 才能吸引顾客呢 不然人家有的顾客 就给他的评价不是特别好 他那个呢 我推荐他呢 我就是觉得 他虽然现在经营的状况 就是还亏个一万来块钱 虽然说是亏吧 其实也不算亏 因为他把那个什么 就是住在那 他住在那的那个税啊什么的 全都给打进去了 但基本上是持平吧 一年的收益 就是营业收入是十万 十一万 十一万多 然后费用呢 差不多也是这个数 他基本上是持平的 没有什么利润 所以他卖的价格就比较低 其他的那种人家正常经营的 我比较了一下周围的那些 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加五微信 到五微信朋友圈里边去看啊 我推出了很多房车营地 然后呢 我还要马上开房车去 周游全美国 我会把全美各个州的 那个房车营地啊 农场啊 是吧 包括一些拍卖的旅馆呢 拍卖的这个仿 投资房啊 我都会给你们放在那个 那个视频上面 或者是朋友圈里边啊 有时候来不及 不一定每个都能拍视频 所以朋友圈里的这个信息 会更多一些 你可以去看 我会把我的微信 放在那个置顶评论区里边 这个我推荐这个呢 就是因为他经营的 现在没有利润 所以说他卖的价格比较便宜 那他那个40多个acre 在哈德逊河边 还有 他这个沿着河边吧 其实很长的河岸线 但是有一些 他已经卖了 但是剩下的还有一个 很大的码头 还有两个小码头 都可以下到河里边 去划船的 挺不错 尤其那个大码头 你就大的船啊 就是相当于那种 公共的那种码头 那么大 直接就是开这个皮卡 把你的船都可以拖下去 那个在我的视频 因为那个手机没电了 视频里没有拍出来 那个大码头 他这块地方 还有他那上面的房子 房子还挺不少呢 好几个吧 四个房子吧 小房子 可以做Airbnb的那个房子 其实他这个固定资产 就不 这个价格都不算贵的 我觉得你要买个房子 买这片固定资产 不算他的这个房车 营地的经营手续啊 还有这么多年的一个商业价 附带价值来说 都是很划算的 我就觉得他的性价比比较好一些 他旁边那些就比他小一倍的 什么20个acre的呀 什么的 有的都卖180万 为什么人家卖的那么贵呢 就是因为 人家经营的好 就是自己主人自己在经营嘛 你像那个20来个acre的 他弄的是 好像100多个车位 然后呢 他每年的经营额是 180万 如果这种经营好的吧 你想去这种低的价格买下来 就不容易 人家基本上房车 他有他自己的销售 是有自己的一个 潜在的行业内的定价规则 就是 他的利润呢 是售价的10% 能达到15%的就很少 就10%到15%之间吧 经营好的都是这样来卖的 你看这个 20个acre的这个 他经营额是180万 他的利润是 18万 我觉得这个18万的利润呢 是不是那么 他那么写的 但不一定是特别实际的 因为做这个小公司的很多人都知道 他这个老板呢 往往把他各种各样的费用 他都打到他的这个公司里边去 他为了减少他自己的负担嘛 比如说他一家的什么 其他的开销啊 旅游开销啦 什么 交通开销啦 吃的呀 喝的呀 什么 他往往都会打到他这个成本里边去 他要是那个账面上显示18万的话 我觉得他的利润 利润的话 有可能就是 他不是他不是经营额 说错了 对不起 说错了 他不是那个经营额180万 他是利润18万 经营额好像是50多万 他的利润 他的费用是30多万 我觉得他的费用应该没有那么高的 就我说的那种他把很多乱七八糟的费用都打上 都打到里边去了 这个180万是他的售价 售价是180万 他这个售价的来源呢 就是根据他这个利润 利润是18万 他自是10% 他按10%的利润这个定价规则来说 他就卖180万 那他那块地方我觉得其实还不如我说的这个74万的这个地方之前呢 但是人家经营的好啊 所以说你要是买一个这种 现在经营情况不是特别好的 半停滞的这种 你自己去慢慢经营去 把它经营好了 那你这个 他能够经营好 你自然也能够经营好 只要去用心经营就行了 因为这两个地方离的都不远啊 都是在一个区 相距都不到半个小时的车程呢 还有一个在周围的话呢 他也是类似这个情况 就是人都是经营的比较好 那证明这个大的方向 就是德兰德克 什么乔治胡啊 这个萨拉托家呀 这个地方呢 它是个比较热门的旅游区啊 你是有这种基础条件能够经营好的 只不过是人的 就是有人经营和没有人去用心经营的问题了 如果能够经营好的话呢 那你不就等于省了很多钱呢 你看你买 你那个花 花这个180万 去买一个20个acre的 跟你花70多万 去买一个40多个acre的 这个比较起来 你能够在成本上省不少钱呢 有的那种小的房车营地 就是几个acre的那种啊 它给你的利润能够达到15% 比如说有一个 这些我都记不太清 这个具体的数字了啊 你都可以去朋友圈里去看 有一个就是它的利润好像是6万多 那个比较小6万多 然后它是卖40多万 它的利润 它的这个就是定价 就按照利润是15%这样 这样这个定出来的 那个利润给的比较高一些 但总之我都觉得 这种买不如买那种 就是这种 我说的那74万的那种 比较划算一些 他们都是在这个大的区域里边 离的都不是特别远 所以有好几个人都经营的不错 就是因为这个老主人们去世 老主人经营了50多年 他应该是经营的不错 他要是来利润达不到10%的话 他早就 他也早就不干了 就是因为他去世了 他的孩子们 谁也没有精力管 人都有工作 就雇人嘛 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房车营地是一个 你也是要需要有人去经营的 你要一点都不想费心的话 那我觉得你就去买个 专门的就买个林场就算了 只要反正你这都是成正比的 你的利润要是比较大的话 那你肯定就需要你去经营的 经营出的力气会比较多一些 我将来 要我自己来说呢 我要想进一个房车营地的话呢 我就会去买一个 买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我觉得能够申请 自己去申请房车营地的手续 那样当然你就是付出的 你的这个 更费心了嘛 你要自己去办手续啊 建一个 建一个比较这种 现代化的这个房车 房车营地 地方比较宽敞一些 现在的营地老营地 我发现他们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车跟车之间的距离啊 都非常窄 这个我不喜欢 所以我不喜欢进营地 也是进去以后挤了八叉的哈 尤其现在有病毒 你要太拥挤的话 也是不安全的 我要建一个就是 我可能会比如说找一个岛 像我看那些个岛什么的 我觉得建营地就特别好 而且你上面可以做房车营地 下面还可以做船的 就是游艇纪录部 放船 那个船 租船的价格比租房车营地的价格 还要贵一些呢 但你就要办手续啊 自己去办啊 慢慢去开发呀 要修路啊 这些建设成本是 是比较高一些的 但是我是想在一个岛上面啊 找一个漂亮的岛 建一个这样子的话呢 我自己在那上面盖个房子 我住着 住着也比较舒服一些 就算退休之后吧 给自己退休之后 找一个比较轻松愉快的一个职业 而且一年我就干半年 另外半年 我或者找个人给我盯着 或者是我就 我就只是让它自动化 其实你要有个那个自动栏杆机 它自动进 自动刷卡出 然后这个房车营地 也不需要你在那看着什么的 谁进去之后 它都在网上 基本上都在网上定了之后 给你放款 人家去了之后 按那个牌号 就去找自己的车位 就停就行了 有的呢 你比如说它那种 我还去想 我还不一定去搞那么多 什么上下水什么的那个麻烦 中间弄一个就是我那房子周围弄一个服务中心 在那可以加水啊 可以清洗啊 可以排屋啊 就是这么一个可以改装啊 卖一些东西啊 卖超市啊 卖不仅仅是吃了喝的 还有这个房车上的装配的一些配件啊 什么的 有这么一个服务中心 我主要还是针对那些比较高级的房车 让他们那些能够摆脱 真正 你要是总是那个连线啊 挖那么多管子线什么的 我觉得对环境污染有影响 也麻烦 就是就是把那个什么排水管啊 什么水管 那个垫的都引到那个车位上面去 我要主要是针对那些高级的房车 他们自己能够有供电系统 然后呢 从这个服务中心 他每天早晨 他就是晚上来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在我这儿 把这个清水什么的都加好了啊 清水加好了 然后他用这一晚上是肯定没问题的 用了三四个晚上都没问题 然后呢 到早晨他出去的时候 因为这种高级的房车一般都是一体化的 他不是那种 说非要就是那个后边拖着一个要分体的啊 那一体化的 早晨他出去玩的时候呢 像Class B型的那种 他都是整体开出去 开出去的时候呢 他就 把他这个这晚上洗澡啊 什么洗菜啊 做饭的那些污水啊 什么的 厕所里的水啊 都在我这个服务中心这儿啊 就像一个洗车场似的那种 加油站是那种服务中心 在这儿都排光了 轻装上阵啊 这一天 他就可以开出去玩去 而且他晚上回来的时候就再加 再加干净的水 再给他清洗一下 这样子 操作的也比较简单 但是我的特点呢 就是说第一 整体环境要好 要是一个岛屿啊 就是水的环境 森林绿化的环境比较好 而且我要给他一个车位 我就要给他大概0.3个 就像一个标准的美国那个独立屋啊 大部分地区独立屋的那个标准的尺寸 大部分尺寸是0.3个acre 0.3个acre也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大概是两三亩地了吧 也不小了哈 两三亩地 我给他一个很大的空间 在这儿就等于他自己的那么一个大院子 他把车停在这儿 跟其他家呢 之间的用那个就是森林的那个树木 给他隔离开 相对来说比较隐私吧 美国人很重处自己的隐私哈 不被看见 自己有个院子 在这个院子里边呢 我会帮他 或者他自己来的人 长期租的人 他可以就是在这儿 可以种种菜啊 在这片地上 种种菜啊 养养花啊 什么的 就作为他一个临时的一个庭院吧 临时的庭院 我是要弄这种大面积的 这种 新型的吧 弄一个新型的房车营地 也作为我未来养老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 基地 我是这样考虑的 好的 那 这几种投资方式 你还是要最终呢 就是很多人问我 你要采取哪种 你还是要根据你自己的情况 去具体的判断和衡量啊 也有的人说 我喜欢那个旅馆 经营个旅馆 现在倒是很多旅馆 因为疫情 正在拍卖呢 我朋友圈里也是有很多 这方面的信息 你要是愿意 经营旅馆的那种呢 你可以去 趁这个拍卖的时候 便宜的买一个 旅馆经营好了之后 只要你的入住率能达到60%的话 我算了算 有一个拍卖的旅馆 它是240万 它119个房间 我算了算 如果它的入住率 它说它在就是 这个它都不会撒谎的 它都是那种 很有名的那种连锁的酒店啊 排名前三位的连锁酒店 什么印啊 忘了叫什么 Holody in呢 还是叫什么 而且在那个 我们纽约州府 那个最好的那个商业区 就是Downtown 现在都已经陆续被淘汰了 它都在它附近 再开出来一个新的商业区 在那个新的商业区里面 位置也相当好 它在疫情之前 就2019年之前的几年 它的入住率都是65% 66%那样子 只要能达到60%的话 我算了算 它的一年的 经业收入就是240多万 不到250万 那么它的费用 你比如说你就雇几个人 每一层 它是几层啊 我忘了 到朋友圈去看吧 你就雇上个 比如说 一家子 再雇上个5个员工 是吧 5-6个员工 你马上 就算你雇上个10个员工的话 一个人工资 一年5万块 这不才50万吗 50万再加上水电费 什么维护费 保养费 什么的 这些下来的话 你的费用一年 100万是足够了 100万你240多万 减去这100万 就每天它是按 119个房间的65%的入住率 平均入住率 然后呢 每天的房费平均是85块 节假日的时候 就是热门的时候 可能达到100块 有的时候打折的时候 可能六七七十来块 这样子平均算下来的话 你就算100万的费用的话 它的一年的利润 还是将近150万呢 就是旅馆要经营好的话 也是生意挺不错的 那家它现在拍卖呢 是因为它是就是贷款嘛 贷款但今年受疫情的影响 旅馆越是受的受创 受的影响是最大的了 它都还不起贷款了 这个疫情到现在吧 就是一般你在半年之内 你还不起银行贷款的话 它会给你一个宽限期 但你要超过半年 你还不清贷款的话 现在这个新冠疫情 已经闹了快一年了嘛 半年之后 你如果再这个还不了人的话 人就就已经进入拍卖程序了 所以现在对于投资者来说 倒是真是一个买的一个非常 那么一个大楼 才200多万 还真是挺划算的啊 一年经营经营 就保持它原来的经营事态的话 一年150万相当可观了 还有比别的赚钱多哈 比别的什么农场啊 小生意什么赚钱多 但是我个人来说 我不太喜欢那个旅馆 因为旅馆现在那种传统的旅馆 基本都在城市里面 我不太喜欢商业区乱糟糟的 我还是喜欢这种 你看这种旅游区 郊外这种自然风光比较好的地方 所以作为我来说 我认为就是房车营地 或者是林地 林地就是比较省心一些嘛 这个或者是农场 我要进行农场呢 主要是给我那些留学生啊 留学生现在也过不来 所以我也没着急买 他们要不过来 我自己是没有这个 这个种植的这个能力的啊 我这个留学生疫情之后 如果他们能过来的话 我弄我喜欢弄农场的 就是这个留学生 他们可以自己 他们可以去经营 经营的话 他们也可以补贴一下 自己的学费啊 生活费啊 等于跟我合作 我也能够跟着赚点钱呢 搞农场 作为我来说 我必须要有留学生的帮助 才能够弄的 总之就是你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啊 分析好了你自己的情况 然后再去 这个再去投资去 好的 就是大概就这么个 就这样一个情况吧 了解非常详细的 这个什么拍卖啊 临场啊 信息啊 就请你到我的朋友圈里去看 好的 谢谢大家观看 欢迎大家订阅和点赞 再见 拜拜